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4月24號 然後0.50分 那這個我課了一個小小的禮包 因為這一次這個禮包他會加成送一個 額外的一個小箱子 那這個小箱子有機會開出軟糖 然後或者是跟這個 10分之1的機會就是跟你買的東西完全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是說再送你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是怎麼玩 這一次在這個禮包啊這個限量版禮包這邊 每一個禮包 每一個禮包他都多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他有90%的機率是獲得這個迷你果凍 10%的機率就是你買的禮包再送你一個 所以你如果說你買3000塊的禮包 你有機會有10分之1的機會他會再送你一個 就是這個幸運箱 但是當然10分之1的機會當然是很低啦 那我課了一個這個140塊台幣 然後是2700水晶的這一個 那我就多了一個箱子如果說我運氣很好的話我就是 10分之1的機會我會獲得2700水晶 那10分之990%的機率我會獲得一個果凍 那果凍可以做什麼呢 他是這一次的活動 這個藍飛的限時任務 你只要獲得一個果凍你就可以獲得這個3到5星的這個光屬性10抽 所以我覺得150鼓勵一下這個官方送那麼多 然後150你可以抽到就是拿到水晶啊然後這個3到5星的 3到5星的光屬性10抽 我覺得課一個小禮包 那就是會獲得一個果凍然後完成第一項任務還算蠻簡單的 那再來就是5啊10啊20啊30啊3540我覺得這些就 就比較困難了所以我覺得花150塊錢台幣 拿到一個果凍然後解了第一個任務我覺得蠻划算的 好 那我剛剛課的這個禮包是2700水晶嗎 所以水晶的話我每天抽卡都會用得到啊 所以說 長長的語音 OK 所以我覺得買150塊錢 買一個2700水晶還蠻實用的 你看 我現在就是獲得了一個這個幸運箱喔 然後看看會中什麼 應該是應該大部分的機率都是中果凍了 其實我希望中果凍喔 我不大希望說中這個2700再一個 因為 這樣子我就可以解第一個任務 好 然後90%的機率 好沒意外啊就是果凍喔OK 好 那我就獲得了一個果凍 好然後他的任務就完成了 OK那這樣子我就可以解完了第一個任務 所以說 這一次的活動我覺得我課這個禮包就很值得了 好 這個給官方鼓勵一下 我真的是不課對不起自己 然後我就獲得了這個 三大五星的這個光屬性10抽 好來抽抽看 不過剛剛 剛剛就是上線的時候 好像送了六六十幾抽啊 好像沒有沒有中幾隻五星喔 但沒關係這一次這個麗莎的這個額外活動直接給你送六星的 角色加6然後技能都提升到滿所以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好那就看看這個會不會中 好直接跳過 好不意外喔沒有也沒關係那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這個是活動活動拿到的四到五星召喚券 至少四星有機會五星嗎 也沒有 好看來這一次上線運氣普普但是不管怎麼樣這個麗莎的額外課程啊 第一天我選了這個嫦娥喔 然後第七天的話我會選擇下蛙來當我的攻擊手 那因為這個惡鬥雷台啊那個你一天要打大概12次吧因為為了那個 這個金光閃閃的活動 每玩三次可以獲得一個骰子 所以說 那個經濟場的那個次數啊其實不需要花賺了 他會在大概30分鐘的時候就慢慢慢慢就是就是補充你的那個經濟場券 那我們來試試看我現在的隊伍 我現在隊伍是那個 有這個增加充能的然後也有這個嫦娥 這個60級加6的這個嫦娥 然後我是干擾型我是使用這個沉默龍 好那就隨便打打看我的戰力原本是7萬3左右 一向飆升到8萬1有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吧 好開打 他們用的是 這個用的是光女再加上毒女喔這個是四星的毒女 會使用毒的很毒喔像第七天宋那個夏蛙那個超級毒的 那個打一打普通技能就可以把你的角色給毒死了 喔這個我的戰力強太多了 這個就是那個嫦娥的招式然後會讓人家暈眩喔 然後幾乎每個人都有帶娜所以說第七天的話裡面有帶娜的話應該還是要選帶娜 他的技能他的技能那個輔助的那個防護技能 非常的全面 啊我終於有嫦娥了 終於我自己也可以使用這個動畫 喔我升到下一階了 其實我不大希望進階 因為進階之後敵人都會變強 但是現在我有嫦娥之後就可能比較不怕了 好再打一場吧 反正這個競技場就會慢慢獲得 那另外這一次 因為這一次這個這個豬神活動啊 他的這個這個券喔 他也是會慢慢獲得 所以說不大需要花水晶來刷 那就是到這個頁面之後他會不斷的會有新的敵人出現 然後你就是 大概定時上線然後把這個券號一號參加一下活動就好 那我今天就是把這個基本的關卡打一打 第一關已經解完了 第一關解完就是 就是就是如同這個樣子 你這四個箱子都買 4個箱子都買完之後你就可以獲得這個這個大獎了 那一開始是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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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1萬 那到了第二輪之後變成550050005000 所以說就是要定期上來把那個券消耗一下然後獲得點數 所以這個遊戲真的很佛 第一天我就拿到了這一次活動的角色 這個活動角色是 叫什麼名字 看一下 角色實在太多了 一下找不到 全部都是五星的角色 這一隻 浪漫的伊菲斯 所以說這個活動角我在第一天就已經獲得了 然後所以說就是大概 好幾個小時上來的時候然後把這個這個 豬神的這一個這個這個什麼券喔用一用 然後另外不要忘記在副本商店啊 每天後每天有5次的這個副本強制召喚券這是免費的 你只要點下去之後你就會召喚出boss 那你自己召喚出來的話 把他擊敗的話獲得點數會多一個這個發現boss的點數 所以說這個一天有5次這個強制召喚券不要忘記使用 然後這個豬神增幅器 他是可以增加這個三倍的這個點數 三倍的點數 那一天有10個 所以說這些都不要不要忘記使用 好那這一次這個超佛的這一個這個活動啊就 介紹到這邊然後那個 如果說在這個12天 特別作為剩12天 如果在這12天你沒有進來遊戲獲得這兩隻 60級加6 滿等然後技能全滿的這個角色 真的很可惜真的很可惜 因為錯過這個大概 這個好像是周年氣能活動 大概又要再等一年喔 一下子新手就有這兩隻角色我覺得差非常非常多 OK好那影片到這邊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影片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拜拜